话不多说继续咱们的大韩民国来嘿嘿韩国 兄弟们出大事了 韩国被联合国正式定义为发达国家了 就这也是创下了联合国首个认定记录 我估计很多不了解国际事件的哥们 可能一直认为这个韩国和日本它都是发达国家 实际上可不是 我建议你多看一下我的视频 了解一下国际性显示 回到韩国啊 就成为发达国家这事 文在寅他也说了 作为发达国家 韩国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发挥积极的作用 跟着发达国家道路继续前行斯密打 希望我们大韩民国的所有民众 要为此骄傲 自豪 就从联合国冒发会1964年成立之间 韩国它也是第一个国际地位能变更的国家 那是十分值得庆祝的事 我寻思这联合国认证的国家 应该得偷更多钱了吧 美国这一波是不是赚反了 保护费它又该涨点了 文在寅就说了 我们大韩民国是经济规模排名前 不健全的 到处是小偷 好嘛 这是自爆了呀 你们国家都是小偷 还有说韩国的人均素质不如索马里的 自己对自己下手那是相当地狠的 不过有人也说了点正经话 就说韩国成为发达国家 就没有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了 而且听说这是文在寅自己主动申请的 估计是为了给自己的政绩上多写一行 是不是自己主动申请的 咱也不知道 就大韩民国它能成功机身发达国家 其实和前两天他们发射了这个 潜射弹道导弹也长点关系 就这枚导弹是从实验室的舶船上发射出去的 近期将直接从潜艇上发射潜射弹道导弹 虽然是还没有进行第三个阶段的实验 但是韩国人那真是开启了自海幻想模式 宣传韩国呀 已经成为了世界第八个 拥有潜射弹道导弹技术的厉害国家 给自己国家的海上蓝图 那够乐的是明明白白的 就还想模仿中国的丝绸之路 是创建一条属于韩国专属的丝绸之路 建立我们大韩民国的威严 好嘛 几个菜呀你喝成这样 人家还一本正经的说了 这个海上最出名的将领 李顺诚 曾经是大英帝国海军的教师爷 但是搞笑的 他就在这了 实际上人李顺诚和韩国 真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人家是朝鲜人 你说你韩国一个民主特色主义殖民地 你有着做梦的工夫 去想想怎么保护自己的人民 不让美国军队欺负不好嘛 有的这个韩国人就说呀 我们是1448年制造了 十阶第一次行星国舰炮战争 对面做这么一大 让我们成造未来的一切 作为十阶第四大军事强国的韩国 好嘛 您这是电视剧里面制造的呗 1448没有大名 估计现在韩国都得说日语 有人呢也表示了质疑 就说这是不是韩国技术制造的呀 或者说这是韩式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那肯定是韩式 因为韩国只会偷核抄袭 还有那个脑子不太好的就说了 这是对中国的警告信号呀 好嘛 奥运会的账我们还没算呢 你来一个试试 大家对韩国成为发达国家这事 有什么想说的 咱们也可以评论里唠一唠 行了 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能给个点赞收藏观众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